后面还会加5个按钮 这就VBA 反正延伸出去 我们不管哪一个类型题 大概主轴就是放在 那个函数的应用 跟VBA的延伸 反正就这几个方向 那VBA部分呢 如果你有一些程式不会写 你用录制聚集 可以暂时产生你需要的程式 那反正多学 这些东西基本上会的话 你工作上效率自然就提高 那假设我需要有5个按钮 最好是可以怎么样呢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假设101年100 那最后的话再做出 总共有5个按钮 不过做5个按钮之前的话 假设我希望排名 是前7名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让它 换个颜色吧 至少看起来比较明显 一般是这样啦 Ctrl 需不向下 把这个范围 有没有放1 2向下 先选起来 选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设定格式化条件 条件里面新增一个规则 规则的话就是 第二个 子格式包含下列储存格 就是储存格怎么样 它是小于 因为我要前7名嘛 所以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7 假设我今天希望知道 那个几率最高那7个 然后我可能下课的时候 彩券还没关 你可以去买个7个号码 跟老板讲说老板我就这7个号码 你会不会就中了 我太开玩笑了 OK 再来格式一下 格式什么呢 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帮我mark一下 按个确定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设定一个格式 你会发现前7名的都帮你mark起来了 不过我之前本来是做到这里 然后就有同学说老师不对啊 我要的不是前7名 因为你这样不方便 7 然后我要再怎样 再看一下前面 理论上应该是mark前面的号码才对啊 你在这边好像不对 可是问题哦 卡绰置一下 复原一下 好 那我假设我不要格式化这边 而是要格式化这边 可是我的条件在这边 有没有 这个是我要格式的 卡绰置个向下 那可是我的条件在哪里 我的条件在这里 就是当他 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我是格式前面的号码 而不是格式我现在的地方 一样用新增规则 不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用刚刚这个指格式 包含下列储存格的话 很抱歉 这个方法就不能够达成 那可是问题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 对你只能用哪一个 最下面这个 其实这个有点像是 设定格式化的一个最终的进阶版 因为有些进阶功能 只能够用什么 使用公司来决定 有没有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那个 像什么年历的有没有 格式化嘛 礼拜六礼拜天有没有 那个部分呢 只能用公司来做 你不用公司还真的做不出来 所以很多设定格式化的进阶功能 大概也只能用使用公司来 可是问题啊 点到公司的时候 那问题你要打什么公司 可能才是比较难的 那这个时候当然啦 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第一个我们要格式的 请你选 这个是我要格式的 可是我的条件是当一栏 所以特别是请你告诉他 你要检查的第一个储存格位置 第一个 他会怎么样 按照一样的储存格数量 自动帮你去检查同样位置 就是说呢 第一个假如说不在A2 我的第一格是在12的话 那你这边打个12 如果12怎么样呢 小于等于7的话 哎 特别说 这个是一个条件 记得前面一定要 这个等于一定要 就跟你下那个 在资料编辑列打公式一样 好 等于什么 如果12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就设定格式 格式是什么呢 是黄色的笔 红色的是 OK 那特别注意哦 格式的时候一定要 设定第一步一定要选前面 A2照往下 Ctrl GIFT向下 那条件记得是从这边哦 这是格式 这是条件 两个要分开 这难度当然比较高了 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你会发现哦 7他没有格式 他格式前面 有没有 2 格式前面 哎 有没有 然后5 3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呢 利用刚刚的方法哦 他变成说 这边是条件 那这边就是格式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但是如果你要分开来 记得哦 你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分开选取 这个是格式的哦 这个是条件 这样才OK哦 如果你没有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当然就做不出我们要的结果啦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如果设定格式的话 条件的话 那可是哦 哎呦做完之后 同学还是觉得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哦 12 21 27 28 哎 可是还要再往下卷动 所以呢 同学就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你干脆帮我把前七名列在这里好了 哦 按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前七名的结果 自动 带过来 那是最好了 哦 不过哦 这个里面 Excel没有这个功能 你只能用VBA帮你撰写 可是VBA要怎么撰写 哦 这边demo一下哦 按一下前七名 有没有发现 自动列出来 OK 那不就简单了吗 哦 不过呢 按下去很简单啦 但是要把它写出来哦 可能就比较不简单 但是也没有那么复杂 可是要怎么做哦 待会会讲 所以待会的VBA呢 我们会做出五个按钮哦 拿五个按钮哦 我先把设定格式的话 这个这个部分先拿掉 因为我们除了可以用那个 呃 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规则之外哦 这个先删掉一下 好 这个把它删除 除了可以用刚刚讲的方法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VBA 两个方法哦 我demo一下我们后面会讲的VBA 第一个是把刚刚做的这些清掉 第二个是再把它怎么样加上去 哎 有没有发现 一键完成 有没有 那其实里面哦 程式呢 真的不多 你只要会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那把公式丢到里面去就完成了 所以呢 等于一个回圈加四行乘式 因为有四栏嘛 加四行乘式 六行乘式 就完成这个动作哦 OK 清除很简单嘛 然后呢 再来格式化 有没有 我刚刚讲的哦 特别说 第一个请你先选A2到Ctrl-3的向下 先选你要设定格式的范围 在输入条件的时候呢 记得哦 使用公式来决定 这边记得就是从12开始 所以等于12 它等于小于等于7的话 那底下就设一个格式 所以它条件在1栏 格式化在A栏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